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密度 當年各位所學的第一個理化計算體 我們常常有個話叫做鐵筆棉花粽 我們口語上說鐵筆棉花粽 但這個粽不是指的是重量 而是指的是密度 一般情況下鐵拿起來比較重 那是因為密度比較大 密度用我們國中這個講法就是物質密集的程度 換成稍微有學會話叫做單位體積內所含有的質量 所以密度也是你們數學上所學的比值比例 誰跟誰的比例 質量跟體積的比例 質量跟體積的比例 我們偉大公式長成這副德性 平常的學生你們都只有被D等於V分之M 當會會再提示你你要知道什麼叫做D 什麼叫做B 什麼叫做M OK就是體積分之質量 我們國二通常都是用功課 所以我們下面是立方公分上面是功課 每立方公分課 然後在三年級學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些題目 這邊用的是公金 那這邊用的是公課 就要處理由所謂單位換算的問題 而是小吃一裝 OK公司的團成不得性 一等於V分之M 密度是體積分之質量 那我們可以考什麼 我們可以考觀念 我不要你計算有觀念就好了 我們可以直接考代公式球 代公式球質量 代公式球體積 代公式球密度 我們可以要你去給你一些數字說法 能夠到那邊代 還有就是我們會考圖形會考表格 給你圖形給你表格 你在圖形跟表格當中看出一些事情來 好看到 這是一個我們會考的時候喜歡考的提醒 就是圖表 畫圖畫表問問 這是我們在會考的時候喜歡出的題目 這是觀念 觀念就是密度是一個定值 密度是個定值 同樣的溫度之下 純物質的密度是定值 不論它是大塊還是小塊的 方形還是圓形的 重的還是輕的 都有相同的密度 所以一個純物質如果割成一半 密度還是怎樣 一樣 一樣 就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然後呢 同時呢 密度是純物質的特性 相同的純物質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純物質有不同的密度 學測會考考規矩 停車站接問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存物質除了密度之外 還有什麼特性 可以辨別 可以辨別它 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叉叉 不同的存物質有不同的叉叉 那個叉叉還有誰 除了密度之外 還有誰 第二個問題是 還有什麼東西是 一大塊的時候是五 一小塊的時候也是五 什麼東西也是這樣 我們先問前半部 還有什麼特性 還有什麼特性 帥哥 25 還有誰 是特性 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什麼什麼 不同的存物質有不同的什麼什麼 那什麼什麼還有誰 除了密度之外 你懂什麼 熔點肺點很好 有熔點肺點比熱 這些都是它的特性 你在 以前還有學過什麼 一大塊的時候是五 挖一小塊出來還是五的 那種 你還學過什麼東西有這種性質 一大塊的時候除了密度 一大塊的密度是三 挖一小塊的密度還是三 還有什麼一大塊這樣 一小塊還是這樣 除了剛剛講過什麼熔點肺點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也是這樣 No.2 暗示你 暗示你 這個學完之後學過的計算 濃度 請坐 我暗示還有成功耶 不錯 一大塊 一大塊百分之二十 一小D也是百分之二十 OK 密度的觀念 相同的存物質 體積跟怎樣成正比 我跟你講過的不用背 你看公司 又知道誰跟誰成正比 誰跟誰成反比 所以這個是不需要特別背 看就會曉得 看就會曉得的事情 另外就是 一般的東西是熱脹冷縮 所以溫度不同的時候 熱會脹 體積會變大 所以密度會變小 冷縮 體積會變強 所以密度會變大 但重點 考試的東西是 有的人有異常現象 誰啊 水啊 水有異常現象 你還記得 水有什麼異常現象嗎 我問你自己還記得嗎 水異常現象 水不是這樣子 水不是這樣子 那你又再說 我到底再加一次 你要問問你 你還記得水有異常現象嗎 一般而言 熱脹冷縮 所以密度會變化 這就是有關於 密度的觀念 考試的時候 可能只考觀念 不需要做計算 不需要做計算 OK嗎 OK